怎么样子来讲,这个社会还是比较不利于女性 这个老师,他是学术性的老师 还是他真的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你的Grammar,你的Puntration,100分 可是,我要给你Fail 了解老板思维,倾听创业故事 你好,我是Tommy哲伟 那今天节目邀请了来自Stella Education Group的创办人Daniel Lowe 哈喽Daniel,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交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Daniel 是,还有一位是COO Samuel Kang Samuel,你好 嗨,大家,空中好 我是来自柔佛新山的Samuel 居然会把大本营设在柔佛新山 我是觉得挺strategic的啦 当中会不会面对哪一些挑战 我们本身是新山人 然后从小的时候就觉得 在新山受教育长大 然后以前就再来到吉隆坡 读大学,然后去到墨尔本 读这个,念这个硕士 可是那个心就是觉得 我们在新山出生,长大,受教育 应该回到新山 然后contribute 身边的人就会讲到 哎,新山哦,这个地方 很多人才外流 流到新加坡去 很难竞争,3.5等等 这个确实是事实 不过,如果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身为企业家要在新山 进到新加坡,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怪他们 我们还有一个过程说,可能国际学校不是现在的方向 那倒不如我们做别的 结果就在吉隆坡 和下,一个很漂亮的故事 让我们带到了一丝干大局 其实你看到这个 我们的学校 大部分一个状况就是 80%以上的都是女性 然后我们就在想 这一群女士们 她们会经历到不同不同的阶段 像我们自己本身是 结婚 然后有孩子,大部分女生们她们会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她们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之前 让她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因为女生和男生毕竟还是会有面对不一样的一个挑战 怎么样子来讲 这个社会还是比较不利于女性 因为女性在生孩子,结婚生孩子的时候 她们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 我要继续在家里做一个家庭主部 还是我继续在这个职场 那我们问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两者不能兼得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是用劳力做 然后你花了一个三年五年 劳力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贡献 都会讲长江后浪推前浪 那到后面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用经验去引导更加年轻的孩子们 所以变成到后期的时候 已经是进入到领导 引导的这个工作 所以那她们就能够在家里 也能够照顾到孩子 也能够照顾到这个她们的事业 这整个的生意呢 它其实是很人性化的 所以很简单 当你把自己变成家长的角度去思考 真心的去为教育而设 那就很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在找老师的时候呢 并不是好的老师 都是我们要找的 什么意思叫好的老师 可能很多学校在找老师的时候 还有一定的标准 当然我们也是有 是因为筛选的过程 可是我们更注重于这个老师 他是学术性的老师 还是他真的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因为很重要的东西是 今天很多时候教育的提升 孩子学习的时候 并不是在课室 他是在课室以外 跟孩子跟别的孩子沟通 犯了错怎么样子弥补的错 犯了错怎么样子做反思 而且这些比较有弹性化的 学习的过程呢 并不是在课室里面产生 因此刚刚我们谈到新药的这个的定位 我们很足重的东西 就是其实21世纪的这个教育理念 那当我们听到 哇21世纪教育可能很前卫 其实不然 在我们谈21世纪教育的之前呢 我们要先谈国际化的思维 那我还记得小时候 我其实是在试人的学校长大 我们小时候啊 我的年代呢 就很喜欢叫我们写作文 考试的时候 一定给三题 第三题一定叫你写故事 我每次就选第三题 那我就很开心的写 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故事 是关于外星人 来到地球 结果老师跟我讲了 很棒 Samuel 你的grammo 你的puntration 一百分 可是 我要给你fail 我杀了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就问老师 老师其实为什么呢 他也不是在看我的整个的文笔吗 写作文不是应该这样 记述我一百分啊 说其实不切实际 我就问他 那你不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 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吗 那你竟然 给我了我们这一个的 一个open-ended的一个问题 那你在open-ended问题 然后你在aspect 我有一个你的标准的答案 那请问你衡量的是什么